黃金旅程之後 其實你看到日本馬都未能再次 可以揚威到香港平 其實今場的日本代表 始創先鋒的練馬師池江太守 正正就是黃金旅程的練馬師 池江太郎的兒子 也要說回 池江太守現在就在日本練馬師排行榜 已經是排行第二位 當然他的表現 我相信不會信息給他爸爸 在今年他已經奪得10項的分級賽冠軍 當中黃金旅程的子智黃金巨像 更加成為了三冠馬王 今場的始創先鋒 他在11月贏了他第一項分級賽冠軍 和阿根廷杯之後 就在日本杯取得一席的電軍 在過去十屆香港平冠軍當中 有三匹就是之前一帳的日本杯 都可以入到前六名 當中包括同樣得到電軍的黃金旅程 當年黃金旅程來到香港 池江太守也有幫他爸爸 隨行打點 這次就舊地重有 他訓練的始創先鋒 到底能不能夠打破 近九屆歐洲馬 壟斷了香港平的局面 成為父子蓮馬師先後 都可以贏到香港平的佳話 不過其實今場實力好手都有很多 不如說說自由好 自由好在上場 簡直可以用無懈可擊來應用 不過聽說他在血管或氣管上 都有些血出現 不知道他近況是怎樣 這次出現了 他最終初出現了 我認為他很健康 他很健康 他的環境環境環境 是現在的問題 如果他維持他的姿勢 他會在那裡 他會在那裡 做一個很大的表演 他會在那裡 Pyed the run heíst得很快 ki e 贏了最后的一副 to他可能就过了他在哪里 ik出了一圈 跟他只能从比赛高的一路二四 几点一次 一路一路二三 我认为他比赛高的一路二三 如果比赛高的一路 比赛高的一路二一路 可能在市場短短 我認為他負責他的機會 他應該是… 他會有很困難的議題 好,看完拍播的訪問 跑到2,400米 雖然路遙之馬力 但步速形勢也相當重要 所以我們有個速勢表給大家看看 步速就不會快 始終跑到2,400米 近幾季的香港平均 早段步速其實也偏慢 這次預計都是慢步速 火龍區、威達馬 威達馬其實在外地都是慣常擺設的 酒會比較好的馬 始創先鋒,大家在日本也見過他 日本盃他只手在四、五位左右 後一點位置的 外檔的紅査木、中檔的紅色禮物 或者甚至西利寧都不會太厚 反而銀塘聖景、多利德、駐中大師 還有自由會比較厚 這場我比較喜歡駐中大師 雖然你表面上看他的賽職 他不及上一年高多芬馬防派的技藝精湛 那麼厲害 但我覺得以他最近這兩場吸濟賽的賽職 已經足夠在這裡起作用 因為他不是對著歐洲一線的馬 所以我覺得他在這裡是夠用的 再看他這一場 對信可承真當然是難一點 得數金杯 對信可承真他當然是不夠跑 但跑第二名 我覺得他的水準 證明到他本身也有一級賽的能力 他不是去到一線的馬 但是在這一組 其實水準未必說真的太高 所以我覺得他的質素上 他不會輸蝕 而在我喜歡這個馬來到香港之後 適應的時間比較久 還有覺得他體力驚人 每天出來度步兩、三圈 快跳,度完一圈再跳 給我的觀感相當好 看看今次可否算極藝精湛之後 再跟大圖利、高多芬 再贏一次香港平 高多芬肯一定肯定肯定肯定了 不過這匹馬在歐洲拉雲來說 他有點意外難贏的感覺 而且實力始終未達到歐洲的一線水準 雖然最近贏的兩場都是一級賽 意大利和德國兩項一級賽 但問題是德國和意大利 近年的一級賽對比英國和法國差一點 所以我會放在他的位置較重 但有件事真的要欣賞他 始終他在外地的賽職來說 都有一定的水準在 但最重要是可以看到這匹馬的適應能力 真是挺強的 好像一到第二,他好像身心舒泰 表現都不一樣 但也要說回,列馬仙方面蘇萊 其實他六次派馬來角逐香港平的賽事 取得就是一貫兩雅,一季就一點 上季就更加憑藉著技藝精湛 可以贏到 希望他取得清日的表現也這麼好 至於我這場賽事有銀塘勝景 大家可能會有點忽略 因為他的名氣不足其他 那些多利得也這麼好 但如果大家不善亡 留意海旋門大賽那場 進直路,其實起步後 他全程是最後那一隻 當時在他前面就是信可成真 那天的場地比較快 但進直路後 他跟信可成真在內蕩 左塞右塞後一直從內蕩走上來 結果信可成真就追回第四 而當時這一匹銀塘勝景 他沒有被信可成真拋掉 他的第八是一個多馬位之後的事 那場賽事,如果看回整個場地 根本就很惡劣 但他跟之前的飛雪仙宗 或者信可成真 實際上是一個多兩個馬位之間的距離 如果你撇開單山夢來計算 根本的水準是挺高的 我檢查這匹馬 其實在六月的時候 跑了二級賽上帝伊大賽 原來檢查過 他是可以擺在前面走的馬 當時在前面二碟外碟望空 結果回來 硬吃當時狀態挺好的 巴黎大賽冠軍那隻伯家寶 結果伯家寶那場輸給他之後 就好像身心都受創 不知道去哪裡了 然後他再去跑多維爾大賽 都跑得好輸過幾馬位 給奔向嬌陽 奔向嬌陽大家都知道 都是海泉門大賽貴軍 所以他的平均水準是比較高的 然後對著天英澳場輸十個馬位 那場沒忘記是爛地 這匹馬跑爛地沒有空 這次來到香港 跑一些乾快的場地 早點如果他肯放在前面的跑 你用海泉門大賽出來的追勁 其實有權 一進直路之後 一加速上來打開都不定 這匹馬跟朱宗大師差不多 又沒怎麼證明過 本身有國際一級賽的實力 但我也說過 在這一組不是歐洲一線水準的長途賽 所以也不用太介意 如果喜歡也可以考慮他 另外威達馬 我覺得他跑法上主動一點 可能會比較好 如果大家有一點擔心 主中大師可能跑法會傾向後追 虧步速的話 不妨追求威達馬 因為在前面跑 這場馬沒有快馬 只有他在前面操控步速 所以我估計火龍區不會弄他 這匹馬 2,400的賽式也很穩定 來香港之前 在這場巴黎市議會大賽 一直沿途 他都控制了報速 這場其實他一樣是可以的 回來看二、三名的馬 打到真的會飛起來 完全無法把他的身體 我覺得這場馬 證明他理伴的實力是很強的 來到香港的狀態也很好 所以我覺得這隻 也是另一隻機會馬 而且始終是羅迪浦 也是這個大賽的常客 兩年前、大利來 都是這些馬這樣贏 這匹馬我們剛才看到 他擺在前面走 當時對他來說是新的上司 其實他後追也不錯 如果前面火龍區 是硬要帶頭的 讓你先走 我跟著你跑 他也不錯 始終這些三歲馬 到12月歐洲的三歲馬 他賺的那個磅挺不錯 因為忽靈讓磅 應該只差1、2磅左右 但他現在對著年長的馬 還有5磅的距離 這個優勢 我相信羅迪浦 你沒有說是不會錯失賣的 所以怎樣也要看著他 是呀 因為羅迪浦已經很熟 香港平要拿甚麼馬來跑 因為已經是拿馬來慣 上季美利堅不行了 前一季大利來不行了 今季再帶一隻三歲馬仔來 這隻威大馬 我覺得也是有辦法的 另外多利得 其實跟上一年的美利堅 賽職上都好像是賭武一樣 因為來香港之前 跑完場智朗 然後墨爾本杯就贏了 然後來香港 當然了 疑問就是一個多月之間 由3千二縮下來跑2千4 究竟會不會又像美利堅一樣 但其實如果看這日馬的賽職 雖然最近已經傾向了 向一些比較長的路程的發展 但是他以往跑2千4 他的能力是比美利堅更加強的 這場當然 李武華可能是寄勝 紅色禮物安場的羅大一籌 但是兩隻馬回來也是很接近的 來到香港之後 又是覺得他好像完全不太累 蜜蜜不斷跳 大家剛才看過他 星期二的貨草地試跑1分15秒多 真的很吸引 當然宿程是有疑問在那裡 但可能你不期望他贏 但又好像美利堅一樣 最後殺上來有個比 我覺得有機會 我相信是這個類型的 因為他2千4 其實歐洲對比美利堅好一點 就不像要突然縮下去 跑慣3千那類馬 如果對比紅色禮物 這次的多利得 維紀力對莫亞騎士 並沒有大爭得遠 但多利得 我覺得如果對比紅色禮物 平均的水準發揮出來 是比紅色禮物高一點 所以兩者取其一 我都選擇多利得 還有一隻就是恥爽先鋒 剛才Rita也說過馬亞的數據 看看能否算赤黃金旅程之後 又再一次奪得香港平 但是以日本杯的方拉來計算 他連網絡電油也不夠跑 以至於網絡電油 上一年來跑香港平 只能夠跑回沒什麼威脅的第四 大家不要算得那個方拉那麼高 來到香港之後 雖然我初期覺得他的狀態一般 但是埋門的狀態 也算是可以的 看看他可不可以接近 安藤叔可以發揮出水準 然後看看騎士如何發揮 所以我覺得冠軍上不是很高 看看他跑得如何 低聲音